市民志上路 民眾只要拿著健保卡跟錢 來到藥局這邊 就可以跟鑰匙講 您好 我想買快篩劑 買公費辦的快篩劑 最重要的就是健保卡 不過卻有民眾搞不清楚狀況 我們早上跟他們說 用太多錢買就行了 這人擺到不買錢 老人家都排到藥局櫃台了 才知道身分證不能買快篩劑 一臉失望要趕回家拿健保卡 遇到情況的還有這位長輩 一早先到第一間藥局排隊 藥局卻說系統當機了無法賣 他趕緊換到下一間 真的賣還蠻多 因為他現在要當機了 一分鐘本來可以處理兩個人 對 變成一個人 在第一份15秒鐘買完 然後後面的部分有些民眾過卡 一兩分鐘都沒辦法完成過卡 健保卡插進去 就是秀不出正常頁面 只有維護中幾個字 讓藥師只能看著螢幕嘆氣 快篩實名制正式上路 全台有4000多家藥局參與 不過藥師們說 一開始系統還算正常 但漸漸的速度越來越慢 甚至當機 一開始8點半就不當機了 8點我們做的時候完全很順 大約10分鐘 然後後來就大概都斷斷續續這樣 是是 快篩實名制第一天上路 系統不給力 不過還好民眾很自律 耐心等待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